计程车走在快车道 优方突然窜出一位阿伯 骑着脚踏车跨过斑马线 下一秒被驾驶拦腰猛撞 整个人撞喷弹上引擎盖 头部重击挡风玻璃 接着往后滑溪 重摔在地 台北市中山北路 与北平西路口 多元计程车驾驶 接到红灯转绿 直直通过路口 优方阿伯骑着电动自行车 依私违规闯红灯 骑上斑马线 当场被计程车撞飞 人车分离当场倒地不起 驾驶下的联盟下车查看 赶紧报警将阿伯紧急送医 头部胸部撞伤 送人到医院就医 车方借五酒驾 所幸阿伯没有生命危险 另外台北这名单车博 同样也吓坏用路人 看来啦 看来人喔 嘴巴一边大 大声嚷嚷 恐众不停念念有词 紧接着阿伯助跑 双手往前一甩 直接将脚踏车甩喷 重摔路边 大爆粗口后 接着朝路边树叶埋头猛批 当街练起武功 北市众山区临森北路 阿伯的脱墟行为 统统被录下 搞得附近民众人心惶慌 也不知道这位阿伯 为什么会突然在路边 生气暴怒 或没有场景 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接着台北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